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的兄弟 姊妹二人派人到耶稣那里去 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是为了神的荣耀 是神的儿子因此得到荣耀 耶稣向来爱玛大和他的妹妹玛利亚 遇及拉撒路 他听说拉撒路病了 仍然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 然后他对门徒说 我们到犹太去吧 拉比 近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 你还要回到那里去吗 白昼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若在白昼行走就不会跌倒 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 人若在夜间行走就会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要去唤醒他 主啊 如果他睡了就一定会好过来的 其实耶稣指的是拉撒路的死 门徒却以为是指正常的睡眠 于是耶稣明确地告诉他们 拉撒路死了 我为你们的缘故 却欢喜因为我不在那里 是要使你们相信 现在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吧 那称为双生子的多玛 对其他的门徒说 我想我们和老师一起去吧 以便我们能和他一同死 谢谢